大家好 我是彤彤彤彤 今天我要去房管局 然后还要去房管局附近的一个银行 去做资金监管 今天又下雨了 成都 地上全是湿的 到房管局了 两天牙流热打 熬夜熬得有多 这里长了可好大的痘痘 换眉毛都不敢画过去了 最近有点奇怪 今天我跟我妈采了母女装 我妈现在复印银行卡 现在呢 这张银行卡里面 现在有八十万只 八十几万 八十几万 现在这要 你看哪里的资料 你要准备那么多资料 这么一厚一叠的资料 全部都是要缴的 这里面操作 存量房资金监管自助旗号 我们现在要去银行去做资金监管 然后也给大家就是要买房子的朋友 一个建议 就你们交易资金的话 最好还是用资金监管 这个的话对买方卖方都有保障 相当于那个钱的话 是提前入的银行的账户 他帮忙给你监管 等过户成功以后 这钱才能打到那个卖方的手中 所以中间它有一定的时间 也方便出现了什么问题 也好解决 哎呀好累哦 你上面的整个银行卡复资料 都复资了都复资了 都复资了 2点钟现在才开 怪不得门口刚刚那么多人 在这儿 里面实在太冷了 我出来吐吐气 因为里面还在排号 还要等几个人才能把资金监管给做了 然后我妈就在那儿跟房东聊天嘛 结果聊着聊着 本来我们是打算明天去过户 今天做这个 结果聊着聊着 他们就说今天做完这个 要不直接就把户给过了 就一次性搞完 我妈也答应了 我觉得也行 免得明天还要再跑一趟 发现我们家做事情 真的就是那种想到了就去做的那种 包括我在前年 前年也就是19年12月份 我们是开的是第一家男装店 也是只花了三天时间 就是在偶然的一次散步的过程中 发现了一个铺面 就把它给定下了 我看这个房子也是 从看房到过户 花了不到五天的时间 这个速度确实是有点快 好多朋友私信我说 让我帮他们留意一下二手房 其实我看了挺多房子的 然后也是有在帮大家看 那个房东他还有一套 也是在同一个小区 那个小区 刚刚那个房东就说嘛 说挺好的 现在在打造什么文化院落 因为现在正在装修中 还没有呈现出最终的效果 而且那个老小区 它以前的电表全部给换了 所有的屋子都变成了一户一表 水表 电表那些都是 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在问 从哪看到这么便宜的房子 我就给他们说 我说你们先选好 你们想要买房子的一个片区 然后去联系那边的中介 多找几个 然后一旦他们有比较好的一些房源了 他就会告诉你 然后你再做选择 我就是我这个也是中介推荐的 但是这个中介 因为是我妈妈的朋友 所以有什么好的那些 就一下子消息就零通了 当时看房 这个房子消息是早上才出来 下午我就去看房了 所以就很快搞的 对面在装修好吵 那今天就到这里了吧 我现在要去排队等着办手续了 希望今天能够过户成功 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